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集M1PX 把安提拉小 昨天技能上非常非常好運 我們兩隻新角都抽到了 那今天我們就慢慢來體驗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先來玩一下綠鼠的奪寶手好了 奪寶手基本上哲平還是稍微在行一點點 不過只有60等 我們就看一下究竟有沒有辦法來附和一下 感覺他滿多都是比較偏向於控制系的技能 跟我們之前想的差不多了 因為他在劇情裡面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完全沒點特效特性 不知道能不能打了什麼 第一招技能上他會朝向敵方財寶區移動 他是往那邊移動 然後是跳起來 然後再往地板上戳數字的那種感覺 敵人最大的體力50%損傷攻擊力減少20% 效果時間是20秒 然後冷卻時間是34秒 然後這邊如果沒有敵方隊伍財寶區的時候 會在中距離對一定範圍內的敵人造成傷害這樣子 然後比例損傷會依照敵人體力的變化 然後暴擊產生的損傷提升效果 對比例損傷沒有影響 技能幫我已經時間內的用者亮相無效效果 LV50追加這個功力減少效果 於部分頭上有佔I5的地點無法使用起技能 所以他也是那種比較需要看地形的角色 然後我要吃穿你的話 對遠距離敵方的敵人造成損傷 此外增加對防禦者造成的損傷 技能幫我已經時間內的用者亮相無效效果 技能攻擊力是574 然後防禦力減少20% 效果時間是20秒 這個我們最近基本上都已經有先大致上念過一次了 我只是想說讓自己再看更清楚一點 也怕待會就是爆開喔 然後他這邊是什麼 死穿心中是不是 那身材很好耶 體力在70%以上時可忽視敵人並奪取財寶 就是忽視奪取財寶的那種能力 自己在奪取財寶時 即使被敵人KO的損傷也會回復到一半的血量 就50% 然後使敵人倒地的時候體力會回復這樣子喔 再次出擊時技能冷卻1的時間增加50% 並且移動速度於10秒內增加30% 這個再次出擊的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你死掉之後然後重新增長的時候的意思 這個如果大家懂的話可以分享給旁邊知道一下 體力在70%以上時奪取速度增加50% 並且受到損傷減少30% 被敵人擊飛的話體力回復上10%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什麼都沒有的綠牛能不能打出什麼奇襲 目前來說我們是在S階級嘛對不對 S階級應該就可以來看一下了 伊瓦克呼下來 只有6171分耶 這是不是會有點慘 然後我們這邊來弄一下那個 馬可跟花絲的 雖然我也不知道馬可跟花絲是加什麼 不看一下喔 他們是加自己所造成的損傷增加7% 他可以造成損傷的啦 那好像也是滿適合他的 98多分的妮卡跟6000多分的綠牛 走起 看一下齁 兩隻都還沒有滿等 來看一下 先試玩一下 我覺得這種能夠就是朝那個 多寶區前進的這種角色 這邊都還滿喜歡的 就是有點累加速啦 但是如果能夠像布朗基那種超加速的話 應該會更喜歡 只是 布朗基這邊的話 當初沒有抽 有啦有 忘記怎麼抽了 好像沒抽吧 我們好像純鑽石等超船 結果今年的這個年底 也沒超船了 喔 完了 那這個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那個啊 我們飛起來我們可以飛越那個嗎 我們可以直接跳過那個嗎 我們來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頂不錯的 而且這關沒有遮蔽物啊 所以剛好綠牛不用擔心 盡量飛的這種感覺好不好 努力 飛飛飛 盡量飛 沒問題 來囉 木頭人 大自然的力量 他臉 臉真的還滿BG的 海鮮上將的臉都要長做BG是不是 他們衣服真的好好看 正義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應該是 先往B點那邊去吧 我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飛過去的話 我們就直接從這邊飛過去 那如果沒辦法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怎麼辦 我們要進了冷卻時間 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就應該是 這邊躲完然後再飛過去這樣 直接躲兩邊 我們來看一下喔 綠牛有沒有機會 我不是已經 完了 完了 被牛撞死了 我看一下能不能飛過去喔 有耶 我沒有飛過去 然後他是起飛啊 他是起飛 所以 他是可以這樣飛過去 還算不錯欸說真的 好 先妮卡救一下 我們這邊怎麼 他沒有綠牛啊 他們綠牛比我會玩啊 完蛋了 飛走了 真的欸 他 哇靠 欸等一下 有點強啊 他不是飛一點點而已耶 欸這 這有點厲害喔 我說真的 欸他有點厲害欸 他是那種就是 直接飛到那個 哇 欸我怎麼 直接噴出來了 我的天 哇那個綠牛有點強 他有點 他有點像是那個 你看他又飛來飛去耶 什麼鬼啊 哇靠 人家 人家示範了好不好 怎麼玩綠牛 給我們看了 好強耶 真的好強 真的好猛喔 我的天 完了完了 哈哈哈哈 GG 很強耶 我等一下來試試看 他不是像是那種 飛月角 他是 他是直接就是到那個點 他是說朝最近的距離移動 我以為是移動一點點耶 就他是整個噴過去喔 那也太猛了吧 那 那好險有抽到耶 我們來再看一把 哇 這隻 感覺如果這隻真的這麼好玩的話 要練耶 要要要 我覺得妮卡那些跑完跑步機之後 應該要把東西砸在他身上喔 要要要 綠牛好像 還不賴 好 來看一下喔 我們這把有兩個綠牛啦好不好 然後對面的話 基本上這邊的話 沒有綠牛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就是 各種亂飛 也不用太靠近那個地方耶 我們就是努力 努力多就好了 而且 像第一場那種地形的話 正好你知道嗎 各種飛 好像還滿不錯的這個綠牛 真滴感覺好像不賴啦 我們現在要 優先那個人 我要培幾岸過去了 你看到沒有 他直接飛過去了喔 來飛 那我們這邊的話 會不會要補課那邊嗎 有喔有喔有喔 直接 有耶 直接飛過來了 但我們被定住了 我定很久耶 喔喔喔喔 綠牛 哇你看 被擊倒的時候有沒有 直接 恢復一般運氣 然後把別人擊飛 奪取 而且他是 不是別人那個奪取的喔 好那我這邊的話 應該可以飛到進去 飛到那個比較近的地方 這哪裡 喔沒有還是在原地耶 欸這 太強啦 各位 好像有點猛啊這個 綠牛哥哥 難怪剛剛奈祖會贏得這麼輕鬆啊 各位看到沒 好像有點強耶 可是你好像就知道離遠一點點的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那邊是不是已經全部被拔完 所以才沒有離那個最近的 好猛喔 直接起飛耶各位 再來 再來一把 再來一把 好嗨好嗨 再一把 好 來看一下我們剛剛那一把 就是有兩隻綠牛飛得很開心啊 好這邊的話 我們跟這個薩卡司機 四拳一起作戰 有沒有這個海軍BUFF加成 我們來看一下喔 然後他一開始的話 基本上他的那個 技能是 需要一半的喔 其實我覺得他要飛 飛 飛就是飛個幾次還算是蠻輕鬆的就是了 齁齁齁 欸剛剛我們倒地之後是回復一半的這個血量 他不是只有給你更新一而已 是真的還蠻爽的 五分 那我們應該就是 先走來這邊拔 拔完之後然後飛這樣子 應該會比較好 開飛 然後 看看喔 飛最近的 飛最近的沒問題 你看他才 他才60等而已 你知道嗎 他也只有60等而已 他真的是蠻舒服的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先把這些點位弄好 然後讓守衛者他們去那個弄一下 就蠻舒服的 好然後我要去 那邊把那個海牛區拉滿了 海牛區人民只要拉滿的話 就真的很好守 然後我們可以中路 電電手支援 沒有 電錯地方 先看一下海牛 海牛要出來就先走 OK 拉滿 拉滿基本上就很少有人可以那個 去把他那個 去把他踏回來了 哇靠 等一下 我直接被彈飛啊 喔唷 兩個那個閃電拳 你媽直接往那個 身上打 叫 大拳擊 我們家是不是有人在躲啊 欸不是 胃毛 胃毛被躲掉了 欸不是啦 我們家啊 發生什麼事情了我們家啊 欸但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去守那個 中間 完了 完了完了 亂了亂了 亂了亂了亂了 方寸 重點是我們家怎麼會這麼慘 我們家這邊出了什麼事情 完了 GG了 太扯了吧這個 一隻妮卡 把我們弄爛啦 老哥 欸不是 如果 如果我們最近的這個敵方區在自己下面 你會原地起飛耶 完蛋了 白痴 這邊 這場被血虐喔 但是今天這個嘗試之後我發現 這隻的話 有東西還滿多跟你可以玩的耶 終於有一隻可以飛來飛去的角色了 因為之前就一直很想要那個 很想要那個凱多啊 但有綠牛好像 更不賴囉各位 那MEMO 我抽到綠牛有沒有玩它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會如何玩這個綠牛 我覺得體驗起來看似還滿不錯的 之後再來慢慢練它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小伯父的大家 掰掰啦